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11月12號 使歌手張宇生 逝世19週年的日子 1997年一場車禍意外 奪走了這位傳奇明星的性命 那一年他才31歲 雖然張宇生的生命短暫 但是他的歌 他的精神卻沒有離開 當年他以 《我的未來不是夢》這首歌 打響知名度 此後一共出過11章的專輯 音樂曲風 前衛創新 台灣大搜索獨家專訪 最後一個見到張宇生的人 他就是演員陳佑芳 當天他搭張宇生的車回家 沒想到竟然是最後一面 而張宇生的奏勢 似乎在發行最後一張專輯時 早有遇照 凌晨2點左右 張宇生駕駛的車號 CS66K色的SUB敞篷跑車 由台北往淡水方向 進行淡水中正東路 紅樹林保齡球館前 由於車速過快失控 而撞斷了分隔島的路燈 車身翻覆 車頭全毀 當我看到新聞畫面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是第一次那麼的震撼 我人生第一次 只見到滿地的玻璃碎片 以及歌手張宇生 遺留在現場的眼鏡 以及CD唱片 我再記得我就是看了電腦 然後還記得我那個 就一直哭... 然後我跟我... 然後我弟弟就被我嚇醒了 怎麼了 我說小寶出車後 陳佑芳狂哭 是因為前一晚還跟好友張宇生 一塊排練舞台劇 之後還搭她的便車回家 當時在車上有說有笑 聊啊 啊 啊 怎麼樣 我就最記得她就跟我講說 下個月阿妹家的那個風雲 一起去玩 很好玩 我說真的 好... 沒想到四個小時後 好友張宇生卻發生了意外 警方把卡在駕駛座內 頭部 頸部 受到嚴重衝撞的張宇生 送到淡水馬尖醫院急救 目前張宇生在加護病房 依然呈現昏迷的狀態 一開始是眼睛都沒有緩色動作 完全都是不會動的 那現在眼睛有自己 無意識的緩色動作表示 說有進步到一分 你沉沉地睡著 我靜靜看著你的容貌 我們希望他 希望我們大家跟他加油 跟他禱告 跟他祈禱 我希望他們在整我在 因為我們平常都在開玩笑 當天下午 梁志明導演就說要幫你到醫院來 他會捏不行 醫生說要找一個熟悉的聲音 把他叫醒 看著他身上穿著昨天晚上的衣服 然後眼睛蒙著紗布 然後跟他還要開玩笑似的講話 我覺得我 那是人生最大的考驗 就是一個情緒要訝異 我要求求張宇生的歌迷 張宇生的好朋友 為他祈禱 我們一起為他加油 謝謝各位 張宇生的禱告 還有很多人希望他成功 我希望保哥會好 然後我覺得最殘忍的事情 我們這個戲還要演 我們是一個喜劇 然後在裡頭 張宇生本來有唱一首歌 我導演說要幫你來唱 於是你就要演到一半 走到張宇生樂團的位置 看到他的吉他 那個時候我好恨 我自己是一個演員 我好恨 散然 陳佑芳還是盡力撐完演出 心裡更期待著 好友趕快好起來 但這個願望最後還是落空了 張宇生不幸在昨天晚上10點48分 因血中癢濃度突然降低 經馬跡醫院一個小時的搶救無效 院方在11點48分宣布 張宇生因為肺呼吸衰竭而死亡 你是我的寶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外面的世界再多紛擾 你依舊把單純擁抱 我希望父親好安心 他也很累了 這個 學生只活了三四年 三十一歲 他對家庭的付出很多 他也犧牲很大 到現在都還沒結婚 所以 今天我做父親的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聽我為你期待 你們似乎不太習慣 沒有藍色的各自飛翔 各位熱愛宇生的朋友 相信宇生現在 就在他熱愛的外太空 做一個非常自在的音樂人 對於張宇生的離開 親友本私萬般不捨 因為1997這一年 是張宇生最被看好的時候 他不僅擔任舞台劇的音樂總監 張惠妹的專輯製作人 在發生車禍前幾天 他還出了自己的新專輯 口是心扉 口是心扉 你深情的沈默 因為平常拍照也拍很多次了 實在也拍出什麼新的花樣 所以就想到說 但對我們就找那個新的想法 然後畫 這也是一個很想畫 對 滿符合唱片 口是心扉的感覺 考試心扉 所以說謊他鼻子會長 對 張宇生大談新專輯封面的設計概念 但最後這段畫 如今聽來像是某種宇宙 向天給他這麼短的壽命 就是為了要讓他把很多很多上天很好的音樂 屬於天上的音樂帶給大家 可是上天又發現說 他實在是把這些音樂傳播的太多了 所以就把他快的把他性命帶走 不管如何 莫達克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那我也希望能夠把他對我所有的影響 然後慢慢的放在我自己的音樂當中 彷彿在說自己 車禍的一聲巨響 中斷了張宇生短短31年的生命 也讓正高亢的档音成了絕下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 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 還記得這個充滿希望的聲音嗎 1988年搭配廣告 讓張宇生出燈歌壇 一無一之人 我從來沒有忘記我 被自己的沈默 被愛的執著 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你過每一分鐘 童年年底 童年年底 張宇生發行第一張專輯 就成了暢銷歌手 大賣35萬張 天天想你 天天問自己 到什麼時候才能告訴你 你跟他住天天想你的時候 就很高興他打電話給我 媽媽幾天前呢 只有四個天 他賣了十萬張 這樣給我講 我很高興 我說那時候我也不懂 我也不曉得 我就替他高興 我說這麼好 天天相依 天天守住一顆心 我最好的愛留給你 其實張宇生的音樂天分 遺傳自他的雙親 爸爸媽媽都在義工隊服務 我把他帶去 我跟我先生輪流帶 因為我們那次陸戰隊 有時候也會去澎湖表演 我們去澎湖表演的時候 我把宇生帶去 就跟著我們學每天表演 哪都會在後門看我們演出嗎 我其實比較小看演出啦 這是張宇生在就讀 政大外教系三年級時 和當時小有名氣的 Metal Kids樂團一起參加 第一屆全國熱門音樂大賽 張宇生得到最佳主唱獎 開始走進歌唱這條路 我要和甜蜜養長 尋找一種美麗的青唐 當兵前的第一張專輯就走紅 還參與電演出 尋找一種美麗的青唐 尋找一種美麗的青唐 當兵前的第一張專輯就走紅 還參與電演出 漢王傑 妥中華 姚可傑等人 何眼七匹郎 全台票房突破三千萬 電影主題曲 傳唱到現在 在大地風雨 我和你也要向前撐 永遠不會痛 不管天有多高 一副招牌眼鏡看似乖乖牌的 學生歌手 但條染的金色頭髮 還是秀得出張宇生帶點叛逆的個性 他的歌詞並不平易近人 更充滿對社會的關懷 沒有眼球的日子 沒有眼球的日子 這是張宇生相當喜愛的一首作品 傳唱度很高 但或許沒人知道 這是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鋪得曲 他很希望透過他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作品去跟別人解釋說 我是怎麼樣子的人我在想什麼 可是他採取的方法並不會用一種 就是我好想讓你真的知道我在想什麼 熟傳了就是張宇生的作品 個人風格強烈 不像一般通俗的流行音樂 他其實是很誠實的去抗欺了他自己 但是他沒有用任何魅俗的手段 因此很多很多的消費者 其實就找不到那個進去的門 因為在主流市場其實流行音樂 他本來就是應該是好像是一個 比較服務群眾的一種 一種商品方向 但強調社會關懷的歌曲 卻不被消費者青睞 專輯銷售量慘淡 於是他漸漸轉往幕後 張宇生的影響力有多大呢 歌壇天后張惠妹 還有主持接一姐陶金銀 都是張宇生體系才發光發熱 而他故事之後才拿到金曲獎 當天由老父親帶領全場起立 落淚鼓掌 廣告回來帶你來看感人的內殼 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張宇生轉往幕後當製作人期間 慧眼挖掘張惠妹 為她量身打造了姐妹 Bad Boy兩張專輯 而其中的Bad Boy更是創下了 135萬張的銷售紀錄 僅次於張學友的吻別 也讓阿妹登上了天后的寶座 而一人陶金銀 也是受到了張宇生的提息 才有機會踏入歌壇 張宇生唱過許多 筷智人口的歌曲 跟獲得的第九屆金曲獎最佳專輯 但是她卻得不到這份榮耀 頒獎典禮上 張爸爸代替兒子領獎 全場起立落內部長 曾經兩年她又轉到新東家 發了新專輯 她慧眼找來張惠妹合唱 這也成了張惠妹的出道曲 張宇生還為阿妹量身打造新專輯 讓她一飛沖天 春天風會笑常來歌聲牆 妳就像隻快樂鳥 老師 這不是已經發掘的嗎 不是… 那是妳的… 那是發掘的 妳的… 那是我們同門的師妹 對… 恭喜妳馬上找到柯搖錢樹 這算是我們公司 反而沒有關係 Bad boy… 妳的壞讓我不明白 Bad boy… 我必須要離開 第二張Bad boy大賣 僅次於張學友的穩諜 如果說張宇生是張惠妹的恩師 那麼張宇生跟陶晶瑩 則是亦師亦有的關係 有一次我們有一起錄一首歌 我們對那首歌都覺得 就是我們的年紀還不到 所以會覺得有點肉麻 所以那首錄音的時候 就錄… 就老師在檢查的時候 我們都會蹲下來說 會不會有點噁心啊 張宇生和陶晶瑩 是正大的學長學妹 兩人在求學時代就已經認識 一出道就哄著張宇生 也不忘照顧這位學妹 經過她的牽線 就進入了同一家唱片公司 她那個時候 因為她也剛剛大紅 然後我又是一個小師妹 其實她上通告的時候 後來我有跟她合唱 她都會帶著我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感激 能換來春夜的天來 我心願現在與未來 能充滿秋涼的雙框 如今張惠妹和陶晶瑩 都在演藝圈佔有一席之地 足見張宇生的影響力 1993年她還挑戰舞台劇 我演她嘛 那是第一次看到張宇生 大明星啊 重金禮聘的啊 結果不是 她自己來報名的 我沒想到 原來小寶其實她很喜歡戲劇 她也想當電影導演 而且她自己主動的學習 1997年她接下搖滾歌舞劇 吻我BANANA的音樂總監 被譽為國家戲劇院 十年來最精采的歌舞劇 音樂劇的創作獲得好評 也為張宇生打了一劑強心針 她決定重返歌壇 外界一陣期待 但沒想到 卻成了她留給粉絲和親友的 最後禮物 因為小寶是一個很 很願意為朋友的開心而開心的人 我在她身上我覺得 學到是知識跟作人 我後來會出書 會看很多書 我覺得我 我有受到張宇生的感情 我真的有 我真的想要學她 我希望我能夠保讀詩書 做這個內在很豐沛的人 我真的有受到她的影響 張宇生雖然離開了 不過她的好友 她的徒弟 還有仰慕她 卻未曾合作過的晚輩 依舊傳唱她的歌 讓張宇生的影響力至今存在 張宇生出道九年發了十一張專輯 創作許多快智人口作品 在她過世後隔年 口是心飛這張專輯拿下金曲獎 最佳專輯獎 這是張宇生人生中第一座 也是最後一座金曲獎 得獎的是 風華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好是心飛 恭喜張宇生得到最佳演唱唱片獎 張波波上台領獎 我也很緊張 我沒想到會得獎 那麼今天很抱歉啊 因為張宇生不能來了 我這個老爸代替她的領這個獎 非常遺憾 我想她在天上會看得到 她也會聽得到 雖然張宇生的時代結束了 但她留下的精神和豐富多元的音樂作品 在歌迷的心中從未走遠 在歌迷的心中從未走遠